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周的话就,然后这周还有今天星期三吧 还星期四,好,今天星期四 这周,我们Sircle注入的话,下一个漏洞 Sircle注入我们需要讲大概一个周左右吧 一周左右,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啊 所以也比较重要啊 因为Sircle,这种Sircle数据库的话呢 我们很多的服务啊都会用到 很多的系统平台都会用到数据库 没有用到数据库的 比如说我们像那种以前讲过的什么精态页面 它不需要数据库,对不对 它不要存数据,也不用写数据 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复杂的 或者复杂的应用的话 比如说像博客啊,这种论坛啊 或者这种视频网站啊,微博啊等等 都需要用到数据库 只不过不同的业务呢 用到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我们有Sircle和NoSircle 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和非关系数据库 那有一些业务呢可能用的 非关系数据库比较多 因为它们的数据和数据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叫非关系数据库 好,那什么是 首先我们课程的主要内容呢是包含 首先会介绍一下Sircle的一些基础 就是数据库的一些基础 这里主要以MySircle为主去讲解 当然像其他的Windows也有什么 也有他的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库软件也就是Sircle Server 对吧 还有Oracle Oracle也是一种 然后还有MySircle 或者PostgreSQL 还有MarieDB 当然MarieDB和MySircle都是类似的 都是同源的 我们讲到同源 用法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它两个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我们讲一下Sircle注入漏洞的原理 就是怎么去 就是这个漏洞怎么实现 原理是什么 然后漏洞的危害 然后我们检测方法 防御方法 Ragor手段 还有一些实战 就是整个过程 那我们前面几天 我们重点的话 会把基础的知识讲多一点 因为后面都是一些应用方面的内容 都比较简单 就是很多的技术的话 我们比较看重你的基础 你基础如果理解的比较深的话 后面的应用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现在去做一个什么NAT的实验 你的网络基础比较差的话 你根本这个环境都想不出来它怎么搭 就是很明显的问题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前置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DBMS DBMS叫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 简称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它是一种用来操纵和管理数据库的大型软件 用于建立使用和维护数据库 那我们经常会用数据库来指代这种数据库管理系统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一个误区吧 其实我们经常我们口中所讲的数据库应该讲的应该是一个什么 其实它在我们的这种标准术语里面 数据库就是指的是一个什么 数据库